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早安英文,我是Neo 大家好,我是卡拉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你知道作为一枚天秤座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 难道不是美吗 天哪,你是在夸我吗 依我对你的了解 你肯定是埋了一个坑 然后要夸自己 说笑,我哪能是那样的人呢 呵呵咧 其实天秤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懒 像我经常就会提醒自己说 能用一个字表达的意思 就绝对不能用两个字 懒不死你 所以呢,今天要给懒人们分享一个超棒 超省事的小词叫做off 哦, sì,是的,听起来还不错 当然了,不要念成of啊 应该是of 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 这个小小的词的大用法 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初老阵啊 governo 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哎,我觉得应该 让我和睦睦来达 你和艾伦这样子聊起来可能比较轻松 说得人家好像愿和你搭档性 被掖住 你根本就是怕和艾伦被闹绯闻吧 哪里有哪里有 虽然经常被他们跟搞在一起 不要用搞这个动词了 好了 回来出老症 这样解释一下 这个出老症状 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有一点 这个叫做什么 越近的事情就越容易忘记 越久以前的事情反而越是记得 所以那个重点在哪里呢 在前半句 就直接说你就老不记得事情嘛 就笨一点 对 就是我老忘事 比如说呢 我经常忘记拿东西 忘记关灯 忘记关空调 忘记关电脑 是的 所以经常收到这个卡拉老师的微信 说能不能帮我关一下电脑 是的 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我会说 Could you turn off my computer 但是以陈卡拉的这个作风 就像刚刚讲的 能少一个是一个 是的 所以呢 我就会把这个turn省略掉 直接说成 Could you off my computer 对了 这个老爱经常会把turn off 简单的说成off 就是我们直接可以说成 off my computer 就把我关电脑 是的 但是呢 要提醒大家一句 我们知道turn off的反应词就是turn on 但是这个turn on 就不能直接简单说成on了 他们是没有这个习惯的 所以呢 虽然我想偷懒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个语言有时候也蛮奇怪的 其实你刚讲这个off这个词的时候 我第一个的反应就是逛街 买东西的时候 我会特别的注意这个关键词 果然是居家好男人的 姑娘应该对这个字眼更加的敏感吧 是的 我们女生对于打折这个事情 就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 而打折呢 你就一定会看到这个词 比如说打个七折就可以是30% off 或者呢 20 dollars off 就是省20块的意思 对 像很多地方都有那种 比如什么 新用户历减 比如说 you got 20 bucks off your first purchase 就说第一次购买可以节省20块哦 对 这个里面的purchase就是购买的意思 p-u-r-c-h-a-s-e 哎呀 越聊感觉情绪越高涨 就差甩开话筒去逛街了 先买个几千块再说 哎卡拉我看到你做过一期这个视频的节目啊 讲到一个电影叫做和沙漠的500天 是的 这个电影经常讲 经常讲 经常到都不好意思在讲 那你很你很熟悉了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男主角叫Town 虽然这个名字还是蛮土的 那确实也是无力反驳呢 这个Town被甩了以后啊 工作状态不是很好 有一天被老板喊到这个办公室里面喝茶 你还记得这个老板说了什么吗 那你还真别考我 我跟你说 我看了无数变台 所以都能背下来了 那这个老板呢 当时找Town去办公室 然后他就说 我今天找你谈话的原因啊 是因为 Lately your work performance has been a little off 没错 你看这个off用的可真的是省事啊 那是老板说话当然严谨一改 分容几千万的 所以这个老板就说 哎 Town啊 Town啊 讲一次喊一只猫 这Town啊 你最近这个工作有点啊 不在状态 这样子可是不行的呀 好了 所以呢 这个be off 可以用来表示说 心不在焉 状态不佳 这个意思 哎 我又突然想起来一个这个off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 省事的用法 不得了啊 你有老师这个知识 喷补而出 财思全涌啊 我要说什么 我都给忘了 这样 记住啊 我夸你的话 你千万不要往心里面去 哦 好 逢场作戏 哎呀 太伟大了 你就是一个performer 大家身边其实一定有这样的情侣啊 今天两个人说好分手 隔天就和好 分分合合 无数次浪费的都是身边人的口舌 是的 坏人呢 都给我们这些做朋友的给当了 他们俩还是一如当初的 像这种分分又合合 英文里面就可以讲成是on and off they have been on and off on and off thousand of times 是的 然后王子和公主 还是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 我们就都变成了独后吗 哎 好了 今天就差不多就聊到这里了 嗯 说好多话 好累 天平座都是这么懒的吗 各位天真座的朋友 来跟我站个边了 你有老师不信 哎呀 好了好了 总结总结 我们就就就散了吧 啊 好嘞 Number one Could you off my computer 能不能关掉我的电脑 Number two 30% off 大七折 $20 off 省二十块 You got $20 off your first purchase 第一次购买可以省二十块哦 这什么强调 哈哈 促销枪 Number three Lately your work performance has been a little off 哎 你最近这个工作有点不在状态啊 Number four They have been on and off on and off thousand of times 他们分分合合已经无数次了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好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我是Neal 我是卡拉 我们和懒懒的卡拉 下个时间与你继续在这里聊英文 我要回去瘫岛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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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